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来做一锅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煲仔饭吧 做煲仔饭我们需要把米提前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可以缩短焖米的时间,而且更容易让米颗粒分明 再准备几个香菇,充分洗干净以后再用清水泡上 一会儿泡香菇的水我们还有妙用 必要的配料一定少不了广东腊肠,还有青菜,我又加了一些玉米粒 大米泡到这种吸饱汤汁发白的状态 把砂锅底部和周边都均匀地抹上一层食用油,倒入大米平铺均匀 用我们泡香菇的水来蒸米饭,这样米的味道会更加的香 水的量不一锅多,没过大米就可以 先大火煮开,然后转最小火,焖10分钟左右 趁煮米的时间,我们把腊肠斜刀切成片 再把玉米粒,香菇和青菜分别焯水盛出来 这里青菜也可以换成西兰花,再顺利加适量的食用油和盐 这样焯出来的青菜更加的翠绿 包仔饭的灵魂味道一定是这个酱汁的调制 两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一点盐和一勺白糖 再加入一大勺的香油和一大勺清水搅拌均匀 切记大米蒸熟以后,一定要转最小火门 否则你的锅底就容易糊掉 再把香肠,玉米粒和香菇平铺到大米上面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大米中间打一个鸡蛋 继续盖上盖子,闷10分钟 沿着锅边倒一圈食用油 再开中小火,边转圈边加热 这样可以让油分散均匀,烧出焦黄的锅吧 打开盖子,腊肠的香味扑鼻而来 摆入青菜,倒入料汁,这颜值是不是征服到你了呢 最后再撒一些芝麻或者是香葱点缀一下 增加一下口感和风味 这一锅,有米有肉有菜,营养均衡,鲜香美味 还能吃出焦香的锅吧,简直是无敌了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绝对不会后悔 喜欢就点赞评论关注我吧,拜拜